這家其實蠻特別的 它其實蠻族的 但知道的人很 對 朱孝天熟門熟路推薦美食地圖 今天的這個節目的編排有點特別 那有一些是我自己介紹 有一些是我沒吃過 我希望他們帶我去吃的 許久美在台灣 參加綜藝節目的朱孝天 這回現身美食節目 還要回到當年 被發掘出道的餐廳泳餐 那個地方就是 電視人或是媒體人 收工以後會去宵夜的一個地方 剛好就在了 就被看見了 18歲的朱孝天 當年在燒烤店打工 被一眼向重 會一起當年笑說太久遠 但真的工作得非常認真 但是就是唯一記得是 當時真的蠻苦的 因為最早期沒有什麼生意嘛 然後店又小 然後那時候蠻認真的 就把那個店 有點像是從 從沒有這樣一點點做起來 而朱孝天就回來做客 主持人小賴偉晉 一開始還不敢相信 F4和劉新宇就是童年回憶 原本以為會有點距離感 我覺得蠻妙的是 孝天哥就會整路一直覺得 我們是一個很挑食的小孩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 平常比較不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因為孝天哥 什麼都敢吃什麼都可以 所以他就說你怎麼會不吃 怎麼開始說你不珍惜 我們食物都要有生命類 偉晉這次特別來威城臨走代班 跟小賴同樣展現出好默契 而錄製過程也僅遵防疫規定 現場除了分流 餐廳包廠也採實名制 噴酒精涼體溫 並提供七天快篩證明 費用餐過程全程佩戴口罩 也觀察確診者動線更改外景 盡慎錄音 TBS新聞程序 黃貫文與Patreon推報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